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散老师 从这个单元也就是65个单元开始呢 我们要学一些functional words 什么叫functional words呢 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些要表达比如说你的态度啊 或者当你给别人道歉 就是你的这个语言是有功能的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把对面的这支笔拿给我呀 你是要带对方就是要跟对方表达一种请求的态度对吧 再比如说别人给你 When did somebody do you a favor 当人家帮了你之后 你是不是要表达感谢 那这个thank you 这类似于像这样 当别人表达感谢之后 你是不是要表达这个没事没事啊 这个小事一桩 所以是不是要回应人家的这个话 那么这些词这些语言就叫做functional words 那我们今天来focus on的呢 叫做apologize,excuse and thanks apologize这个单词叫做道歉啊 这个道歉呢有的时候是分formal的和informal的 formal的就比如说你真的是犯了什么错误 比如说你给人水杯打坏了 那你是要非常formal的去跟人家道歉 那还有一些informal的 什么叫informal的呢 就是没有带来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你不小心在公交车上踩了人家一脚啊 那类似于像这样的就叫做informal informal啊 I-N-F-O-R-M-A-L 好这个是道歉啊 excuse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做理由或者叫借口啊 excuses借口以及表达感谢 OK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part 就是啊这个pology啊 这个pologize就是你在跟别人道歉的时候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语言呢 那对于道歉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场景 我们就一片片来看啊 首先第一个I'm terribly I'm really sorry 你从语气上能感受到这是什么样的道歉 非常formal对吧 因为它中间加了一个程度词 terribly or really 这表示啊对不起 我实在是太抱歉了 我实在是太抱歉了啊 所以它是比对不起本身要程度更加强烈的 一个非常formal的跟人道歉的这样的表示啊 I'm terribly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ook 我把你的书忘了 然后这个对方说never mind that's ok 那所以你的回应就是没关系 这个never mind 就表示的是没关系的意思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场景啊 I beg your pardon I beg your pardon I didn't see you there 就哎呀对不起了 beg pardon 这个beg的意思叫祈求 pardon叫做原谅 我祈求你的原谅 我没有看到你啊 那比如说呢 在雅思考语的这个考场上 考官说了一句话 你真的没有听清 just you didn't hear it 就是你没有听到啊 这种你可以跟他说 sorry may I beg your pardon 对不起我能让你重说一下吗 sorry may I beg your pardon 但如果说人家说的听清了 你听到了这个 但是你没有听懂 那你这就不能说 may I beg your pardon 因为你问这句话的时候 人家会把这个句子原封不动 再给你重复一遍 那是你期待的吗 那你没听懂 你是不是希望他给你多解释一点啊 对吧 I want you explain more 所以呢你如果没听懂 你问人家你再说一遍没有用啊 你要跟人家说 could you explain more 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ok 好所以I beg your pardon 也是非常正式这种道歉啊 that's alright that's ok 他这个也表示的是没关系啊 这都是没关系 sorry to disturb you 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了啊 这个disturb啊 这个叫打扰啊 那这个don't worry come in I can finish this later 那比如说你要去这个找老师 你想问老师一些问题 一般国外的老师都会有这个office hour啊 office hour 就是你可以去到他办公室里边问他一些问题的 这个叫office hour 如果你敲敲门一进去发现老师正在批改论文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进去的特别不是时候 对吧 然后你要先跟老师说 哦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你 那你就可以说 sorry to disturb you sir 对不起了 我能打扰你一下吗 这老师可能说 don't worry come here 你不要担心来吧 那就没关系了 你就可以去了啊 好下一个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I won't be too long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啊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就对不起让你等了 让你等候多时了 这个I won't be long 我不会太慢啊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你要出去一下啊 所以可能要让别人等一下 ok fine 就好吧去吧 excuse me I won't be a minute excuse me 这个说法其实在英国非常的popular 就是英国人呢 是一个礼仪之邦啊 就英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就英国人呢 无时无刻都在讲 excuse me 比如说他离你近了一点 他说excuse me 比如说呢 他这个可能没有撞到你 只不过就是擦肩而过 excuse me 每次他都会说excuse me 但是excuse me I won't be a minute 这其实就是 哎对不起 我先借过一下下 出去一下下 excuse me 其实翻译成中文呢 我觉得他翻译成这个 借过一下会更好啊 ok fine I must apologize for the noisy last night 这个I must apologize for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式的道歉啊 very formal ok I must apologize for 比如说你这个 昨晚开party了 然后搞的这个邻居呢 非常的生气 那你第二天去跟邻居道歉 然后说I must apologize for the noisy last night 然后对方说 that's alright I understand 好吧我能理解 I'm really sorry I'm late 对不起我来晚了 I'm really sorry I'm late Don't worry 对不起我来晚了 ok 以上这些句子啊 虽然每个句话都不一样 但是呢都表示的是道歉的一个含义 希望大家能够用在合适的场合啊 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就是这个不同的这个句子用在相应的场合 不要用错场景啊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excuses 就是一些借口啊 一些理由 那一般来说这个可能 比如说你忘带作业了呀 什么的 嗯 很多经验丰富的老师就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excuses 一个理由啊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 We often give an explanation or excuses or excuse after an apology apology 就是你光跟人家道歉了之后可能不够吧 那你是不是还得解释一下 比如说 嗯 你说这个对不起 昨晚实际上是有点吵 因为我们开了一个party 啊 然后大家非常的嗨 所以呢 就是打扰到你了 所以可能得有一个理由 对吧 哎 对不起我迟到了 光说这一句话 是不是显得非常的不诚恳 你要说啊 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今天晚上起来 我今天早上起来晚了 再配上你的那个表情 这样才会让对方听起来 觉得心里非常舒服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excuse啊 an excuse is a reason for and for the apology which may be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true 就可以是对的 就可以是真的 也可以是假的啊 嗯 these are excuses student might give for being late for class 以下就是一些学生 给出来这个 上学迟到的一些理由哈 那来 我们一起来鉴别一下 开玩笑啊 来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I'm sorry I'm late for class and then there was a delay on the underground delay叫做延迟啊 就是一般来说 像underground 叫地铁这种东西 可能都会比较 符合这个时间表啊 但是呢 我今天好巧不巧 我的地铁就延迟了 delay了啊 所以这个叫延误 hold up 也表示的是延误的意思啊 那my hold up on the underground 就被卡在了地铁上 I was held up in the traffic held up in the traffic traffic 就指的是交通拥堵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held up in the traffic 就是我在这个路上卡住了 my train was cancelled 我的火车取消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怎么会是一个理由 那怎么这个通勤 或者说上课迟到 竟然还能 这个因为火车而迟到 yes it is 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城市啊 他们都是用火车来进行通勤的啊 好 next one I overslap overslap什么意思啊 就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 所以后面这个其实就是sleep啊 为什么要slap呢 因为是过去啊 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自己睡过头了 那现在你在讲肯定是过去的时间了 所以oversleep叫做睡过头啊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thanks and reply 就是表示感谢 以及如何去回应啊 thanks 这个当然可以了 表示非常的感谢 然后not at all not at all 就是没关系啊 就没关系 对 that's okay 就这意思啊 接着呢 我们来看 cheese 这个cheese啊 其实也是表示一种回应 就是老外他不是特别喜欢用excuse me吗 嗯 英国人特别喜欢用excuse me啊 然后他回应的这个句子里边就特别喜欢用 cheese 就干个杯吧 啊 其实就没事啊 没事 好 no problem 也是没事 就这两个都是非常的informal 看到括号里是单词啊 no problem 非常的informal的说法啊 呃 然后最后一个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啊 你太好了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哦 你真的是太好了 是不是感觉女生用起来还是非常的俏皮可爱的 对吧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非常重要的functional words 表达的是这三种啊 apologize excuses and thanks ok 那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希望大家能把这些语言用起来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 bwd6 by bwd6